黃埔的必交坊就在我身上 最近的地鐵站不是黃埔站而是荷民電站 由B出口過田天橋走過來三分鐘左右 這裡周圍都有東西吃 唯一的缺點就是很近世界殯魚館 第二世界就住在你旁邊 你怕不怕? 我們進去感受一下 我們看這間就是必交坊的兩房連天台 進來就有一個長影的廳 我連一個露台走上去就有一個天台 我們現在是個天台大米 這裡天台很方正 還有一個比較多的石桌 另外有個去水管 都可以的 看出去有海景有幾十巴 看見其他碼頭和里緣換出口 不過最特別是樓梯這樣看下去很恐怖 而且都很嚇人 小心點 要顧著 尤其風吹過來都很可怕 幸好這裡高難夠高 感覺上不要那麼恐怖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露台位 都挺方正 可以放一張椅子 挺舒服的 而我好奇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樓梯底 可以做一個儲物房 還有一個按鈕 它就結合了 就不怕雨流 最特別就是有個廳的露台門 可以燙光 整個廳就很闊 有個樓底是3.5米 這裡就是一個長型的客飯廳 廚房就是L型的 桌面OK的 還有它官員有明火 還有這些都是用料比較廣舊 還有全部陷入式的 冷氣有兩部 這麼小的空間 兩部冷氣為甚麼 有這裡就好了 好 它就做了一個櫃 給你消毒櫃 有間房 其實OK的 就順著這個門口位 就有一個客廳 客廳相對來說挺小的 不過可以用到的 最主要它的色面都挺特色的 走到這裡就有一間主人廠房 都挺闊的 看出去就是必家坊的另一期錯 鎖入門就用途門 相對來說就比較限位 這個浴室也很淺 它用的色調其實搭得挺漂亮 叫麻醬衰少不妥俱全 OK的 你覺得這些單位 值不值得買?